来啦,兄弟们,欢迎收看虾七八谈,我是老虾 接上回,咱们说到一些天眼女权、伪女权对电子游戏造成的影响 包括他们为了争取不公正权益所做的离谱事情 然后最近不是又出了个事吗 就广州一地铁上有个50多岁的大叔 因为没座位,所以蹲在地上玩手机 旁边有个女大学生,可能觉得自己天生丽质,美丽难党 所以就认定大叔是在拿手机偷拍的 偷拍这事,近些年旅有发生 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会利用手机或者改装过的摄像头 偷偷拍摄女性的影子来满足自己的变态私欲 或者收卖到博良网站上 这事违法,而且被抓的话,那绝对是死 一辈子都会被打上偷拍狂为所难的标签 为了保护自己,女生就上学要求查看大叔的手机 这大叔也是个老实人,赶紧拿出手机自证清白 当着女大学生和其他诚客的面翻看相册 结果并没有偷拍照片 本以为是误会解除之后,女生会给大叔道个歉 可没想到理科的女生非但没道歉 还指着大叔说,以后小心点,不要乱拍 就好像要定他做过偷拍这种事 你想想,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 自己玩手机玩得好好的 突然就被冤枉成色狼,还无端被人警告 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即使知道是一场误会 女生回去之后,依然在社交平台上 发视频配文8号写为所难 诋毁大叔是偷拍的为所老头,为所难必死 还表示,如果他没有偷拍 为什么不为自己发伤 首先吧,五十多岁的人 能不能玩软这些社交平台都是一回事 其次,莫须有的事情 为什么要发伤,发什么伤 难不成大叔还得各个平台,发视频,开直播 说自己不是偷拍狂,是被冤枉的 你不是欺负的老实人吗 那到时候,女生来解除抑郁症这个杀手锏 请问哥下怎么玩 明明只吃了一碗粉,却被要求给两碗粉的钱 最后还得抛开肚子证明只有一碗粉 原来他们不想要公平,只是想要你死 女性保护自己的权益没错 可也得站在道德和法治角度上 明明是自己冤枉人 偏偏还要发文诋毁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我说你偷拍了,你就是偷拍了 抛开事实不谈 大叔就傻也没做错吗 兄弟们,这不是为女性发生啊 这是纯纯造谣污蔑 对此,女生做出的解释是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 就不能去威权了吗 防患于为人是好事 真受到伤害了,也是大家不愿看到的 但你所谓的威权就直接污蔑,扣屎盆子 那作为真正受害者的大叔权益 谁又去维护 我看现在网上很多人去人肉女生的个人信息 说她是哪个大学的研究生 还是个小网红 他说就是个普通农民工 认为堂堂一个高材生 简然欺负农民工 这没啥必要 学历整相都无关人品 利用流量优势和戏击杀 将自己塑造成女性受害者的形象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网报大叔 博取同情和关注 那本身就是吃着女权饭 还要砸女权锅 后面真有女性受到伤害了 那大家还会这么群情激愤的 站出来伸出援手吗 我们想要的不外乎就是 相较来说日本对待这种事情 解决方式就有些魔幻 兄弟们千万不要被电脑里的 学习资料毁骗了 因为在电车上 一旦被发现有吃汗行为的 根据迷惑防止条例规定 是情况严重程度 判处半年到十年不得的监纪 以及罚款 各个地区虽然不一样 但也差不了太多 像是偷拍行为被发现 就要判处一年监纪 会以百万日元发件 率反加倍 极大减少了日本公共场合 微信事件的发生 问题来了 由于吃汗行为极难取舟 女生只需要大喊一声 她骚扰我 就能隐瞒警察 和围观群众的关注 不少男的为了保全名声 不想以吃汗的罪名配监禁 即使是被冤枉的 也只能掏钱赔偿 稀释宁然 于是出现了一大堆的胖子女 干着无成本的诈骗买卖 只要有男的靠近 即使是因为车销拥挤 不小心有了肢体接触 他们就会认为 对方是想对自己做些什么 更有甚者 直接主动地贴近男性 故意营造十块时间 这波操作 让日本男人很难受啊 我他妈什么都没干 就成了电车之狼啊 2019年到22年 报道的6000期 我X事件中 有80%被调查出来 是假的 于是日本男人奋起反抗 从法律中 找出了解决办法 日本打架属于治安处罚 最高只会被判15天拘留 一年前仅 加申办名列 和15天拘留 孰心孰众 就不用多出了吧 于是你就能看到 女生可能只是碰了男生一下 男生就开始打打出手 最后在车厢里打了男姐单分 又或是女的因为打瞌睡 碰到了旁边的大叔 大叔就拿出手机给了他两下 搞得这女的还一脸懵逼 不是不懂年相续悦 实在是被女权长害怕了 你说被斩的女生无辜吧 无辜 只能说前辈把路走窄了 以后遇到妄想碰死的女的 只要高喊 那你 你想跟我来一场 古事件的对决 那就来吧 然后上去就是一顿痛便 但这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打头 只能打大腿屁股挡 判定不了伤残的地方 等警察感到 只需要等待自己的律师 就完这了 这下 女权们就难受了 纷纷站出来犹新抗议 结果遇到有样学样的男人们 也跑出来抗议 双方见了面 什么 你们想要来一场大乱斗 果然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日本的女权运动由来已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日本女性地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得到了受教育权 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她们不甘心 就这么做一个 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 开始走入职场 实现经济独立 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女性社会地位 也在不断提高 又更多的财富 消费能力 一笔大部分男性都要搞 出入高涨餐厅 购买昂贵奢侈品的 比比皆是 随着这种反差不断加深 女权思想逐渐开始平底轨道 朝着极端女权发展 首先就是乌之话 对恋爱对象的要求 就是必须有钱还得有盐 最好就是木村妥栽这种 1992年日本女性杂志上 发表了名为 平成女性的四名男友的文章 也被叫做三个钱包 说的是一个女的 至少拥有四个男人 第一个是跑腿男 处理一些像是打车 搬家的小事 第二个是请客吃饭的买单 第三个是负责带女生去高档场所消费 购买奢侈品和礼物的买单 哥现在来说就是 天狗 ATM和大猿种 好家伙 原来当海王养鱼塘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呢 女生不会和这三种男人结婚 他们最后需要一个本命男 长得帅 性格好 又来谈恋爱和结婚 撒北台下一个正派男友 这是当时女权们认为 最为合理的女性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男生必须得付出巨大代价 昂贵的鲜花礼物 高档餐厅酒餐 漂亮的首饰包包 不少商家还顺势推出了情侣套餐 抢原本便宜的东西 疯狂加价 这和现在的情况有点像 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 只要将他们和爱情挂钩就行了 还搞到得绑架 男的不给你买什么什么 就是不爱你 不值得托付终生 资本的捧杀和激情的价值观 让女权愈发膨胀 也越来越看不起担心 1991年 一个男领导 因为一周发送超过五条电子邮件 被女员工告状职场骚扰 尽管邮件中全是工作内容 但迫于压力 领导只能辞职 女员工也获得了大笔赔偿 其他女的一看 卧槽 还能这么敢 于是有模学样 不比现在的捧磁好多少 男的见到女权 只能绕道走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95年以后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企业裁员 大家都开始内卷了 首当其冲被裁的 就是光想着某些私利 扰乱社会发展的女权们 大量女性失业 留下来的 都是一些真正有能力 拼命工作的人 失去经济来源 就无法维持原本的高质量生活 这时候 你别说四个男朋友了 有的连一个都抓不到 大家伙都忙着求生了 谁有那功夫当天狗 没办法 那就整个人结婚吧 有句话说得好 好男人是不流通的 优质男早都被抓得牢牢的 他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把目光转向曾经看不上的 普新男身上 哼 结果男人们也许聪明了 自个儿都吃不饱 还拿下谈恋爱 索性就躺平开板 不找对象 不恋爱 不结婚 专心投入二次元当宅男 就有人说了 为什么一定要宠男人结婚 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不行吗 问题是同工同酬都很难 这也导致了大家现在普遍都觉得 日本女性的地位低下 相比于逐渐落本的日本女权 韩国女权斗争就更为极端 日本还是利用法律及舆论 搞精神攻击 韩国直接升级成 残害男人的物理攻击 2013年 在极端女权的要求下 韩国出台了一个 非常奇葩的法律规定 如果男生向女生求爱 超过三次被拒 还要求见面的话 会被视作犯罪 要是这样 我身边那些追妹子 师姐儿子的田口兄弟们 岂不是要背叛夫妻 这不错的都反田口吧 可能本意 是为了保护女生 不被不喜欢的人骚扰 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发现 三次 根本就不够全面地了解对方 要是喜欢欲擒故纵考验男少 或者喜欢钓鱼 养胚胎的女少 被表白了 是同意的 还是不同意的 不同意 那鱼儿分分钟游走 谁还给他们送礼物当天狗呢 意识到不对劲的女权们反悔了 想废除这条法案 结果尝到田头的男生们不乐意了 追三次不同意 我就换一个 只要换得够快 我就喊王 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和时间 美滋滋 于是战帅 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女权 七华台是你家开的 法律你想利就利 想费就费 有没有为那些被骚扰的人考虑 这下给女权诊不会了 于情于理 好像都说不过去 幸亏他们没学到国内小仙女们的 抛开事实不谈 男人们也搞起了男权组织 要求平权 吃饭必须AA 要不然就是骑士 拍照时男生和女生必须一样多 要不然就是骑士 女生也要像男生一样 到了年龄服兵役 要不然就是骑士 女权说结婚 是对女性的压迫 那没接着就分手 结了婚的就离婚 将你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 不管极端女权提出啥 男的都支持 但总能找出办法反制 几番交手下来 女权们逐渐发现 好家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女权的核心 老侠认为是平权 而不是特权 女性要拥有平均的受教育 就业机会 根据自己的付出 拿到同种的收益 可不是嘴上说的平道 结果啥义务 都不愿意承担 深类社会发展到现在 不可能会回到过去 男尊女卫的复习社会 或女尊男卫的母系社会 不管是极端女权 还是男权 都会让文明倒退 好像当下这些事情 在我们看来 不过是互联网脑居 可谁又能保证 这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这里是瞎七八谈 下期再见